就食材的部分 就是扣除掉一些其他的成本基本费用之后 就食材的部分 我们跟全国的平均值 大概差了7.1块钱 那这个部分 我们会在开学后的第三周 第三周 因为需要有一些准备的时间 那学校也必须要去做发包的动作 那我们会在第三周 会开始把这个经费全部拨到各校去 那各校就开始 就整个午餐的食材 跟他点心的部分会加进来 由各校采取这个招标的方式来做处理 然后真正的能够把这个 增加的部分落属到学生的 这个午餐上面去 就达到真正所谓的 这个营养生育健康加值的一个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